这里是三峡库区的复兴地带 依靠三峡资源做足文章 中线的文旅产业不仅有颜值 而且更有气质 这里打造的特色文旅名片 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巨大作用 长江三峡是一个事件级的文旅大IP 这些节会和赛事迅速地提高了中线的知名度 今天的生产有道 将带您走进重庆中线 中线位于重庆市中部 三峡库区复兴地带 是八文化的主要发想地之一 县城依山傍水 是三峡库区唯一间距山城 桥城 水城 岛城特征的四面环水城市 这座城市不光风景优美 而且极具活力 大家好 我是何雨清 我现在是在重庆市的中线 这里即将举行的是三峡菊江的田园马拉松赛 您看我身后的这些观众人山人海的 今天的赛事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我们拭目以待 通过赛事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是中线的一大特色 在成功举办了三峡马拉松以后 2019年又推出了三峡菊江田园马拉松赛 可以说是热闹非凡 这次在中线举办的三峡菊江马拉松 全城都在三峡菊江田园综合体进行 21公里长的环形赛道 全部都是以干局为主题内容的田园风光 让所有运动员闻着菊江去跑步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位就是咱们今天马拉松的第一名 您怎么称呼 我是少师民族 我叫辣麻油果 您是第一次来中线吗 我是算是第二次来吧 去年的中线马拉松我也参加了 是吗 这次那个田园马拉松 跟你之前参加过的马拉松赛 有什么区别 第一个是中线人们的热情 那种环夫声感觉越跑越轻松 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田园的风景 因为柑橘花的那种香味 我觉得很是给的一种 那种呼声节奏 感觉很及时越跑越下 就更提神了是吧 这次的田园马拉松 几乎所有参赛者 都对这里的赛道环境赞不缺口 这其中有一位运动员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白马大叔田同生是业界的名人 今年66岁 已经在全世界各地完成了110场马拉松赛 在他眼中中线的这场田园马拉松 别具特色 城市马拉松因为跑得比较多了 所以说基本上审美疲劳了 我觉得一定要到这个 这种香松来跑一次 尤其它是九区十八湾 每一个景色都不一样 它是环形赛道 因为有那个浅秋的这个丘陵 有这个菊园 还有这个水田 周围的观众也很好 你看我们碰到了八十多岁的老太太 搬个小板凳 在边上看我们跑步 你知道中线有多少八十岁以上的人吗 路上我问了一下当地的人 三万多 八十以上的 是一个养生的地方 养生 我老了也到这儿来 好 谢谢您 这次三峡菊香田园马拉松赛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三千名跑步爱好者 带动了中线县内 周边区县 重庆主城等一万多游客 来到这里游玩 直接消费收入达到了八千万元 长江三峡是一个四间级的 文旅大IP 我们依靠这个大IP 创建了长江三峡国际马拉松 长江三峡电竞节 长江三峡音乐会等IP赛事和节会 这期节会和赛事 迅速地提高了中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而且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这次举办田园马拉松的地方 也是当地的一张名片 三峡菊香 是全国唯一一个 以柑菊为主导产业的田园综合体 涵盖了两个乡镇十个村 每年四月底到五月份 正是这里最美的季节 走在菊园当中 扑面而来全部都是菊花的香味 这个菊花是什么味道呢 它就是有一种很浓重的 这种茉莉花的花香 特别的好闻 全国的菊园呢 我去过不少 但是像这种有花果铜树的奇观的 真是不多见 这个季节来到这儿啊 不仅可以赏花 还可以吃果 真是一个休闲好去处 中线种植柑橘的历史 已经二十年了 全县的柑橘种植面积 达到三十五万亩 在三峡菊香田园综合体里 这种花果铜树的柑橘 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品种呢 吴总 咱们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种花果铜树的这么一种树形 因为我们这个花果铜树呢 它是一个加工类填成特有的品种 因为这里是那个三峡库区 这个是国家规划的加工类填成区域 而加工类填成呢 就有花果铜树的这个奇观 而且我们这里呢 又是三峡库区百分的柑橘产业化的核心区 所以我们这里大面积种植的加工类填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花果铜树的 这种加工类填成不光可以观赏 被榨成果汁后销往全国各地 更是创造了更大的经济价值 围绕柑橘中线人做足了文章 柑橘产业实现了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的完美结合 我们已经构建起了 从一粒种子到一杯橙汁的全产业链 也就是老百姓通常所说的榨干吃尽 柑橘产业的发展不光富民 更是成为了中线的又一张名片 三峡菊乡的打造 除了有利于农业发展 当地人更是挖掘了柑橘的文化内涵 为此当地特别建造了一个 柑橘文化时空馆 展现出了勤劳的中线人 与柑橘产业发展的不解之源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柑橘时空馆 这里是一个集中展示 柑橘的文化发展历史和科技成果的 一个博物馆 您可以看到 在这里集中展现了 全球380多种的柑橘 而这380多种柑橘 您在三峡菊乡的田园综合体 都可以看得到 那他们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的品种呢 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作为三峡库区的柑橘产业化核心区域 中国柑橘科研所就设在中线 在田园综合体里 专门有一个区域叫做柑橘资源谱 全世界300多种柑橘都集中种植在这里 这样做的目的是方便对柑橘进行研究 更好地挖掘它的商业价值 当然这也是每一位来这里的游客最感兴趣的地方 现在呢因为我们在打造山峡菊乡 田园综合体 因为我们这里是核心区 那么也带动了当地的很多的旅游 大家觉得这个300多个柑橘的品种 因为大家平时可能吃到的有一个两个品种 像奇橙啊像那个卧干啊这些 但是它不知道柑橘有那么多的品种 包括我们的柠檬我们有很多 我们柠檬我们有大的像柚子那么大 然后我们有最小的柑橘像金豆那么小 所以大家觉得就是到我们思源谱来参观的时候 就特别有收获 因为它可以科普到很多的柑橘的一些知识 用科技创新就发现了很多好的品种 然后我们可以打造一年四季的柴果园 就是说我一年四季随时来这里 可以吃到不一样的果子 对 这个太厉害了 太值得来一趟了这个 有了农业产业的支撑 这里的旅游也带动了起来 在三峡菊香 除了大量的加工果之外 还种植了鲜果 那这些鲜果的味道如何呢 过来 看陈书记这打扮 一看就是刚跑完马拉松回来的 带着我就来采摘了 来来来 慢点 这边挺好 这里 这个好 这一片是不是都可以采摘了 我看每棵树都差不多 都熟了 这个可以 这个挺可以的 这个肝子 它的颜色 这个肝子它的颜色是红色的 这个肝子的含糖量更高 就是说相比起来像这种红一点的 对对对 这个很好吃 含糖度就会高 含糖度挺高的 那咱尝尝这个 来吧 可以 可以 来吧 这是什么品种 这是卧肝 卧肝 卧肝 就是这个季节是吃卧肝的时候 对对对 要吃到五六月 哦 来尝尝这个卧肝 啊 尝尝 你尝吧 嗯 真的好吃 哦 好不好吃 真的很甜啊 很甜吧 嗯 可以 而且它那个汁水特别丰富 哦 它的含糖量 它的水分 嗯 虽然皮是有点厚 但是里面的那个 对 非常好吃 非常甜 以前这个果子的时候 卖三十元一斤 哦 现在呢 现在就是八元吧 八块钱一斤 对 嗯 真的可以 法配法的价格都是五块五啊 哦 哦 由江苏 各个地方的来拉 哦 那现在我们来玩的游客多吗 嗯 还挺多 很多 很多 挺多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是 嗯 全国的国际田园中口体吧 哦 对对对 全国只有十八个 哦 我们重庆是只有我们心里正义一个 借着这次田园马拉松的赛事举办 三峡举乡被更多人知道 也带动了这里的旅游发展 上午的田园马拉松结束以后 采摘园里就热闹了起来 您好 您从哪过来的 我从重庆 来这里跑马拉松啊 您上午跑了 跑了 跑了多少 跑了五公里 五公里是吧 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挺好的 这发展的也不错 哦 是吗 我看您还采了不少这个橘子回去 嗯 甜不甜 味道很甜 甜甜甜 很甜的 很甜的 对对对 这个品种挺好的 您好 我看您这好热闹是一家人是吧 对对对 一家人一起来的 你们从哪来的 我们从殿江来的 殿江就是隔壁的县市 对的 感觉是怎么样 第一次来 感觉空气好 然后环境好 然后我们一路过来 就是一个甘主书里 一个 香味了 很清新 很香 感觉人很清爽 人心情都很美丽 橘子甜不甜 明明甜 明明甜 就是很甜是不是 对就是很甜的意思 那上午的那个 马拉松菜 你们看了吗 看了看了 感觉怎么样 看了心情还激动 因为就像那个明年 如果还有马拉松的话 我就想自己去参加跑一下 好 加油 好好 谢谢 中县的甘局 不仅刺激了当地的旅游消费 它同时也是销量巨大的 一款农产品 为此 中县打造中城 这个公用区域品牌 统一销售 助推甘局产业发展 张总 咱们现在这车货制 都没发往哪 上海 上海的 他们订了多少 150吨 一共订了150吨 对 咱们今天准备给它发多少 今年30吨 30吨 那说明咱们现在这个城市 不是很愁销路吧 是 今年的产品全部订完了 今年所有的城市 都已经订完了 对 那要吃是能等明年了 对 现在这个销量这么火爆吗 还可以吧 中城品牌的成立 让原来美金 只能卖一两元的甘局 可以美金卖到十几元钱 发挥了极大的品牌价值 现在中城又多了一种销售方式 我们正在推进甘局产业 从榨干磁镜 向一网打进 转型升级 也就是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 2017年 中线成立的中国甘局网正式上线 通过互联网的推广 中城的销路更宽 销量也更大 吴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 是一个什么数字 这个数据是从2017年10月份 甘局网上线以来 农业生产投入品和那个国品 累计交易的一个数据 那就是现在看是17个亿 对 中线来讲 我们中线的甘局去年是卖了多少 大概有两个多亿 那么我们预计今年的话 我们累计交易额 应该能达到突破三到五个亿 然后明年到后年 我们差不多应该在能突破十个亿左右 中城这一品牌 不光提升了中线甘局的价格 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文化品牌 这次围绕田园马拉松举办的 为期17天的中城文化旅游节 策划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可以说 把一颗小小的甘局做出了大文章 这里正在举办首届甘局特色菜品的创新大赛 也是这次中城文化旅游节 最具人气的一个活动了 那这些甘局到底能加工成什么 有创意的菜品呢 我们真是非常期待 您勾的这个芡里除了橙汁还有什么 有别的糖色 白糖 现在真的很香 就是那种很香甜的感觉已经出来了 然后一会儿要再浇到这个炸过的这个鱼上 肯定非常特别的棒 看 以柑橘为原料做出美味 这种极具当地特色的比赛项目 激发了全民的创意创新 全县20多家餐饮企业都来参加 煎炒烹炸各展绝技 短短两个多小时制作出了100多道菜品 现场不仅有专业的评委 也有让观众试吃的环节 不仅推广了柑橘菜品 也收获了大量人气 您好 这个味道怎么样 味道做得很好 里面都很润 外面很酥 好吃吗 好吃的很香的 好吃的 做得很好 做得好 对对对 做得很好 这叫什么 橘香蒸肉 橘香蒸肉 对 特别香 哦 把这个橘香蒸肉放在橘子里蒸 对对 哦 好香的一个橘子味 哦 它入口是有一点那个甜的那个口感 然后那个橘香味真的都融在里面了 对对 这个肉也不腻 很好吃 从味道上呢 第二个它的橘香味很浓 第二个是哪个菜 你带我去看一下 第二个菜是哪个菜 这个应该是哪 听着它们口感 哦 因为提香啊 提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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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里面是橘香味很重 它这个橘香味很重 哦 真正都能够都说提香 都是橘香的特色 哦 这个花果这面 通过这次菜品创意大赛 中线打造出了一系列的三峡橘香特色菜品 虽然这个比赛是第一次举办 但是达到的效果让主办方都始料未及 吃了这么多道菜之后 觉得咱们这次这个厨艺比赛怎么样感觉 感觉非常的圆满 我们做餐饮其实也是做文化 那我们柑橘是我们中线的第一大产业 所以说那我们也要把那个产业 就是把我们的柑橘文化 做到我们的全中国 全世界 在菜品研发上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突出橘子主题 突出蜀国文化 突出中意精神 这其中有一家企业就很具代表性 这道菜真是太吸引眼球了 直接把中国量都请出来了 是吧 因为它是这样的 因为中州就是有中意文化 所以说我们做的就是三国文化 下面那个就是那个虾球 选的是渤海大虾 那个下面那个是陈皮 切成丝 经过油炸以后 酥 香 脆 好 这个汁就是我们中西结合 那个沙拉酱 橙汁 打橙汁 中和调味以后 制作相当爽口 中意大酒店在菜品上的研发 大胆创新 借由这次中城文化旅游节上的亮相 正式推出了中意柑橘宴 对于柑橘和川菜的结合 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们中线它是那个橘子之香 因为我们那个季节 每年的中线它有一年四季都有那个橘子 这个季节我们正好提炼那个橘子的酸甜味 融入到我们那个川菜的麻辣味当中 就是说对人有一个很好 就是说吃着不燥辣 中意柑橘宴上 很多都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菜品 再添加柑橘的元素加以改良 比如宫宝鸡丁这道传统的川菜 加入橘汁的调味 既满足了当地人的口味 又扑具创意 不过这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面是真的有果肉 橙子的那个小丁对吧 橙丁切成丁的 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鸡肉怎么样 就是我之前吃到的公毛鸡丁也都是酸甜的口感 但是这个的酸甜口是有很多果香在里头了 对对对 以前是通过米醋提炼 糖跟米醋 现在因为我们通过那个果肉 橘子的果肉打成汁做出来的那种 我觉得这道菜应该是小朋友可能会很喜欢那种菜 因为是酸甜口 而且果香味很浓 对吧 应该是很受欢迎吧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意甘菊燕 看似是一桌菜 但是将中县的中意文化 田园文化 三峡文化 全部融合在一起 是中县文旅的一个缩影 说到长江三峡旅游 不得不提到江上明珠石宝寨 因为石宝寨处于三峡工程蓄水区 2005年 为了保护这个国家级文物 当地政府修筑了水泥挡墙来保护石宝寨 三峡蓄水后 石宝寨好似疑地漂浮在江中的巨型山水盆景 使得众多游客慕名前来 您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没有 第六次 第六次来这边了 您来这边感觉怎么样 看到石宝寨 很好 很漂亮 感觉就是很壮观吧 很漂亮是吧 很漂亮 一石一寨一盆景 石宝寨远看是江中盆景 但是当你走进这座颇具历史的古建筑的时候 时机而上 向窗外眺望 又是别有一番风味 我现在是已经爬到第八层了 据说这个塔有十二层 现在爬了一半多了 每爬一层风景都不同 从这个圆窗眺望出去 真的是每一层都是一幅不一样的水墨画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好好欣赏一下美景 诗意山水 中意之洲 围绕石宝寨景区 中线打好三峡牌 中线文旅产业的发展 不仅仅是依靠名胜古迹 自然风景 这里深厚的人文历史背景 更是一张闪亮的名片 现在是下午五点左右 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有邮轮靠岸 仅仅在这个码头 每天就会有超过六百人上岸去参观游览 那他们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来呢 正是因为随着夜幕的降临 他们即将去体验一下 中线最具代表性的一场演出 《封烟三国》 《封烟三国》是中线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以三峡港湾为舞台 以三国文化为主题 以中意精神为灵魂的文化盛宴 该剧以关羽传奇故事为主线 再现了三国时期一些重大战役和事件 是长江三峡首个文旅融合的 深度体验旅游产品 看完这场演出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震撼两个字 不光是震撼于这场演出 这种声光电的结合 对于视觉的刺激 更是被剧中这种中意的精神 深深打动着 现在《封烟三国》 已经是中线的一张旅游名片 要来这里游玩的游客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场 视觉盛宴 围绕中文化 中线打造了三峡港湾 国际旅游度假区 这里丰富的内容 可以让前来三峡游玩的游客 停留过夜 感受这里的夜生活 从而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天下自得 莫达夫中 千百年来 讲中 讲义 讲信 成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 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千年中文化 在传承中 融组成为了一种集体人格 如今 百万中线人民 以忠意行走天下 中线把县城作为最大景区 并且坐优坐墙 石宝寨景区 三峡港湾度假区 三峡菊香田园综合体 三个核心区 助推中线文旅产业发展 2019年4月 现任联合国国际民间艺术组织 全球副主席陈平女士 为中线人民政府聘请担任 中线文化旅游大使 在她的眼中 中线是什么样子呢 中线是中国唯一一个 以中字命名的地方 所以这里的人 民风醇厚 历史悠久 每一个人都对中意两个字 负有很多的情怀和责任 所以这个地方讲究的是中意 讲究的是善良 讲究的是合作和团结 所以大家到中线来呢 肯定会体会到这种 中国的传统文化 另外当你走在中线街头的时候呢 会看到漫山遍野的橘子 然后菊花开的时候呢 这个庆人肺腑的香味 跟着历史悠久的文化融在一起 你会觉得这里是一个 非常善于居住和旅游的地方 2018年 中线接待海内外游客700多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9.9亿元 同比增长了48.1% 2019年一季度 旅游人次达到254.8万人次 综合收入13.47亿元 同比增长了50.9% 可以说文理产业已经成为了 中线经济的支柱产业 我们通过打造人文牌 三峡牌 田园牌 运动牌 等文理产业名片 使中线的文理产业 不仅有颜值 而且更有气质 当地人告诉我们啊 来到中线 您一定要打一场电竞 看一场演出 听一场音乐会 跑一次马拉松 踩一栏柑橘 观一次三峡鸟 赏一轮江月 体验一次中文化 这一系列文理活动的打造 已经给中线带来了大大的经济效益 相信这里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生产有道 我是何雨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